整個人是被夾住了 快速道路上 工程車瞬間翻了 年月四十歲的工人 被車子積壓到吐血 整張臉發黑 工人身體被卡死 在工程車和護欄之間 整個人半身彎腰 垂掛在橋梁上 而事故當下也超驚悚 吊臂加吊欄橫跨橋墩 懸在半空搖搖欲墜 揚起焉塵 感覺已經壓有一小段時間了 他的同事 然後他們都想拿鐵棍 然後去救 可是那個車太重了 滿誇張的 可能是因為快同車了吧 然後他們再趕緊 真的可怕 第一時間其他工班人員 甚至開挖土機 還有吊車 想移開工程車救命 但實在有困難 周二人員趕頂 也多次拉動工人身體 才總算將人拖出 他肺部挫傷 肋骨和大腿骨折 腸子也受傷 另外有一名工人 則是手骨折 通通緊急送醫 這裡是台74線快速道路 銜接國一的增設路段 5月13日就要通車 收尾階段竟爆出 公安意外 這台工程車 是橋樑檢測車 當時兩名工人 正在安裝卸水口 沒有把那個外申稱錯 確實外申 工人居然不熟操作 是幹通車 派新手上工嗎 然後瞭解一下東西啦 方便嗎 包商不做回應 目前工程勒令停工 勞檢將開罰雇主 3到30萬元 要是確認兩名工人 真的未經訓練 雇主將在被罰一筆 工程車翻覆 工人險被壓死 實在觸目盡心 記者王俊傑 王思涵台中策訪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